非有消息 空客公司本周宣称或将在15年内推出新飞机 效率比现在的A320 NIO系列再提升20%到30% 有朋友问,到时候机票价格会不会更便宜呢? 今天咱们来简单聊一聊 飞机诞生于100多年前 但是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是贵族工具 直到波音737普及之后 机票价格才逐渐下降 普通大众也消费得起了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 空客A320发力与波音737竞争 双方争相降低成本,提高质量 竞争还吹升了廉价航空 将机票价格压低到了人民币100元左右 促进了全球经济 如果空客能将飞机效率再提升30% 也就是成本再降低30% 机票价格无疑可以继续下降 现在很多的廉价航空公司的客座成本 已经低于高速铁路 未来全面取代500公里的高速铁路 也是很有可能的 当然疑问也有很多 其中一个是依靠什么技术呢 根据当前各种说法 未来飞机的新能源是电或者是轻 但是大型电动飞机或者是轻能源飞机 目前都还很遥远 空客公司不可能在15年之内实现量产 空客CEO纪尧姆已经明确表示 这种飞机不是革命式的 而是渐进式的 换句话说 仍然是对A320neo修修改改 从政治上来说 纪尧姆已经很成功了 他带领空客超越了波音 所以修修补补是正确的 大动干戈一旦失败 恐怕会前功尽弃 反而留下骂名 那么如何修修补补呢 办法也不会很多 第一 仍然可能会在发动机上下功夫 第二 想办法把机身重量减得更轻 空客从传统的A320CEO系列 升级到A320neo 实现了节油15% 这一成绩主要是靠发动机带动的 其中一个革命性的改动 就是减少了蒋液 高速飞行时 较少的蒋液 降低了阻力 提高了性能 节约了燃油 现在 CFM公司正在测试开放风扇技术 前不久刚刚完成了一项试验 开放风扇 也就是不再给涡扇发动机包裹整机罩 而是像螺旋桨飞机那样开放叶片 这样一来 叶片的半径将变大 叶片的数量可以更少 发动机重量变得更轻 当然机物可能得更加小心 而且发动机的安装位置也需要升高 目前网络上已经有配备开放风扇的客机图样 大致是三种方案 除了现在的异调式之外 还有将客机改为上单一 或者是发动机后置 在机身减重方面 估计会更大规模的采用复合材料 有可能对机翼下手 机翼现在也担负了油箱的任务 有较高的强度要求 但如果将油箱统统放入机身 或者是采用一升融合方案 那么油箱不必像现在这样铺那么大 机翼的五分之四的面积 可以变得更轻 就会更加省油了 空客公司的开放风扇 给波音送去了一个难题 因为波音737几十年前出娘胎时 就是小短腿 实在没有空间在加大发动机的半径了 但是博弈是空客与波音的共识 这家伙也早就想把机翼弄得更薄 以节约燃油 只不过总体来说 波音对于新机的科研步伐慢了太多 空客A320如果真的在15年后采用开放风扇 可能会全面领先 但也有评论认为 如果空客未来完全打败波音 则民众同样无法享受到便宜的机票 因为一家独大的话会失去竞争 产品就会涨价 而且质量恐怕也会下降 安全性也会随之降低 朋友们你们觉得呢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